大家好,我是你的宝藏姐姐 今天来我这做客的是我们洛杉矶鼎鼎鼎大名的鼎盛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 仓库她现在是保护房东 然后住宅是保护租客 那比方说如果我也是租客是租仓库的话 我也不叫房租,我也赖的,会怎么办呢 准确的说在住宅里面偏帮租客 在商业里面原则上尊重租约 尽可能按租约走,并不是说一定保护谁 只不过是在商业里面相对租客有更少的抗辩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 比方说如果是在我们的住宅里面 如果这个房子漏水,有煤菌,你就可以不叫房租 但是如果是商业漏水只是漏水 你的租约会写得很清楚漏水 你找你的商业经营保险,客房都没关系 你没有权利不叫房租 那我就没钱了呢,我经营不上 他能赶你啊,你没钱 他赶我,我不走啊 我就像那个租客一样,我赖在那儿,我就是不走啊 但是相对而言,在我举个最直接的例子 比方说在商业租赁里面 你我们正常的赶租客官是在住宅里面,首先是三天动职 然后把你告了,然后五天时间应诉 你不应诉我缺席判决 你应诉了我申请开庭 我开完庭我就直接拿到一个执行令,执行令我去跟法警申请去去执行 在住宅里面,基本上就我还有一次机会作为租客 我说,我小孩在这里读书,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我要睡街上了 就我们叫hush的hearing 你还可以托,在商业里面几乎没有 就商业基本上就是,三天通知,OK 你不服是不是,不服,OK,我起诉 起诉了之后你应不应诉,不应诉,OK,缺席 就法官基本上就是给原告的期待 就你知道你在干嘛,一件件走下去就好了 我会给你盖章,让你去执行 就在住宅里面 法官很多时候就会说,哎呀,他是住客嘛,他不懂嘛 给他个机会 所以一拖要拖大半年的时间 没错啦,但是在在商业里面几乎不会给你太多的这种机会 像这种赶一个租客,像你们律师要收多少钱 取决于不同的案件 比方是住宅呢,他一个月租金也就三四千块钱 对,如果我们能比方说缺席判决把他弄走 可能比较接近五千块 但是我有遇到案件是真的能拖出六到八个月 开四五次停 那基本上他要求陪审团听审,那就冲着一万一万五去了 但是基本上这六到八个月就最长的情况下 租客还不付房租,你还要付payment 对呀,很辛苦的 我有一个朋友疫情的时候,他在北京 他就遇到这样的情况,走的时候 那个一堆垃圾在里边还花了一万多去清理垃圾 然后还把房子破坏了走的时候,然后他拖了有一年多没有付 好在是他那个房子增值了在疫情的时候,增值了几十万 不然的话他完全就亏,也是一年亏了租金,然后后来又重新粉刷房子这样子 对,蛮多的这样的,所以说尤其是LA County现在就是在这方面出的一些政策 因为他政治上相对更liberal,就是左一点点 那他就会有比方说很多,我们叫做LA County就是relocation program 他会是什么,就基本上他说你的收入或者你的年龄符合一定的水准 他就可以有relocation program,有的时候是按互算 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些英国的房子我们能碰都不敢碰 因为一开始以为不行,我就给钱给让你走,对不对 结果买下来之后发现没住约了,没出约 所以然后你以为楼上四个unit,楼下四个unit,八个不行给钱给他走,对不对 然后你进去之后又发现,不对哦,他2A,2B,2C 然后每一个里面的人又不一样,真的legitimately的不同的family member 那是怎么样,每一个单元我还要乘三吗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些program,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些客人会跑来问我们说 我看到比方说法爱房子好像很便宜,我说对可以很便宜,但是你最好确保有一个原始租约 至少你知道我在赶谁怎么赶,而不是说如果像那种就已经没有租约,你也不知道谁是谁 真的有可能赶下来十几二十万去让诸客大胜利走 还有这样的回事,真的有 那如果有没有情况,就是去罚警去赶他都不走呢 不会,这种倒不会,因为基本上我们刚刚聊嘛,就说三天通知,然后我就起诉你,你有五天时间应数 然后缺席或者开庭,开庭完之后有一个结果 那么再接下来我会拿到法院给我的一个东西,我叫waiter possession,就是执行令 那执行令之后我去申请罚警去inforce这个执行令的时候,实际上罚警会提前五天说 比方说3月5号,我们会帮你搬家,那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3月5号,那基本上当天你就下次我可以喊上你很好玩 就是那个一般三四辆警车,警察都是拿着长枪进去的,直接就敲门 我们绝大多数租客都自己走掉的,可能70%到80%自己走,就before那个时间就走掉了,因为他知道没有用 然后如果他不走的警察直接说你现在给我出去,有些租客会跟你讲,我还有小孩在,我会见过 他给你五分钟grab你的东西,你要走,你不走我就抓人 甚至我们有见过,比方说已经赶走的,他有东西在里面 那我们说我们已经帮你放到一个puppet storage,你只是需要付点钱把这个东西拿走 然后他还是翻枪进去,那你就只能跟警察讲,然后警察就会巡逻那段时间 然后只要那个租客一进去就抓人 但不可能不走了,就觉得他那支枪是玩具还是怎样 他会动真格的 那也就是说商业的也是这样子,就警察罚警也会动真格的 对,商业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赶完之后处置比较麻烦,有很多时候会留下很多,比方说车子的chassis 不要的卡车啊,不要的货啊,你处理起来很累而已 但罚警他的角色仅仅是我过来维持治安的,他不走我抓他 包括说像,那可不可以罚警来的时候我就走,等罚警走了以后 像你说的晚上我又悄悄溜进去继续搞把我的货拿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很多时候建议就是赶完之后,我们会撞一个那个security alarm system 就如果门开了什么的,你大概就知道,你不要冲进去嘛,你当然报警 所以我那个security alarm被trigger了,可不可以派个警察去check一下 一般来讲大概两周吧,就两周之后 如果他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